各位宰包,各位韭菜,各位难民,大家好 大家看一下我旁边中国一个韭菜的留言 韭菜真的是这个思想需要提高 身患绝症 结果心里面还在想着要不要收复台湾 你说这人脑子又没有病了 我来读一下 他说什么 没想到我竟然是癌症晚期 也没想到治疗费那么贵 把所有可以卖卖的东西都卖光了 也治不起病 体重骤减 以后要改个个人简介 186cm 也就186公分了 69千克 希望大家生理健康 心情愉快 上面写了什么呢 假如时日无多 但愿能在长眠之前看到台湾回归 这种弱智怎么还活在世界上呢 人家说死到临头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你都知道自己的悲剧命运 什么癌症晚期 医药费那么贵 那你投胎要是到美国的话 那就太好了 美国穷人看病不要钱 真不要钱 美国是先看病 至于你付不付得起这个钱 那跟医生没关系 看一下下面的人呢 怎么回复他呢 就算回归的又怎样 你就能免费医疗了吗 哎呦我的天 你说你这韭菜啊 我也是觉得活着的时候 天天996 然后生了病了 共产党也不管你 因为你要不是习近平女儿啊 共产党管你干嘛 不过你放心了 你这个器官应该 共产党不会要了 因为你毕竟得癌症了嘛 癌症一弄 癌症晚期 我估计癌细胞扩散 器官也没什么用了 再加上你这个脑子也是有病的 你不仅仅是得了癌症 你病 你是病得不轻 你自己活得那么惨 你还指望共产党打台湾 把台湾给收复了 回归了 让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过了跟你一样的苦日子啊 下面有人说 说回归了 都和你一样 看不起病 他看不起病嘛 你太恶毒了 这六人说 本来想安慰你 现在住病毒 早日战胜你 早点战胜你 这个人说 这是上天对你的惩罚 也是你应该的 哎呦 天哪 同情你的疾病 鄙视你的无知啊 还有加油 来生还做中国人 台湾人家是大部分人是看得起病的 台湾的医疗是相对而言比较廉价 同时呢 普通人也能看得起 中国是把医疗商业化 就是要算你的钱 我现在一想啊 中国啊 出生的时候 计划生育 共产党要跟你要钱 上小学幼儿园 共产党要跟你要钱 啊 怎么补习班啊 上大学啊 全是要钱 出来找工作也要找关系 也是要送你 要钱 去看病呢 不仅仅医药费贵 你还要给医生送你 送红包 也要花钱 你要想升官发财 你要想混出名堂 你也得贿赂 或者说 被别人贿赂 就反正反正这一 从生到死吧 我就感觉啊 你这个活的 就每天都在犯罪 同时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文明世界啊 赖青的总统 最近中国啊 说南方闹水灾了 北方又旱灾了 难道是习近平这个皇帝 没当好 天怒人怨 上天要发怒了 要惩罚他了 赖青的总统说呢 针对中国广东地区 多处啊 年日暴雨 引发的严重的水灾 造成不幸的伤亡 及大量人员疏散 基于人道关怀立场 我要表达 诚挚的慰问与关心 期待受灾的地区 早日脱离红害 恢复正常生活 首先我在这里 感谢这个 耐清德总统啊 台湾总统耐清德对 哎呀 中国这些人民啊 韭菜啊 灾包 人况的关心啊 真的是这样 希望他们早日脱离苦海啊 脱离苦海 哎呀 早日过上幸福的生活 很多人问我 说中国这以后吧 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了 这国家怎么样了 我跟你讲 这国家呢 就算是发财了 你老百姓还是穷 因为他是一个 独裁国家 所以他赚了一百万 他也分个一万块钱给你 他赚了二百万 他最多也分 有一万两千块钱吧 给你韭菜吧 就稍微涨一下 就是他的大部分利益 是被同志阶级瓜分的 所以说 你不要以为 共匪他很有钱 他不代表你有钱 中国呢 北京上海啊 高楼大萨了 包括机场啊 包括那些什么铁路啊 公路啊 跟你都没关系 没有一个楼属于你 包括共匪搞的那些武器啊 啊 军队啊 跟你 跟你可能有关系 为什么呢 他镇压你的时候 他可能军队要上 就像1989年89六四一样 那个时候可能跟你有关系 就是说 共产党讲嘛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军队的钱就是税收嘛 他从人民身上收瓜 然后建立了这个警察机关 军队 这些暴力机关 还有司法机关 就法院 最后是用之于民 共产党讲的话还蛮有道理的 就专门治理 治理这些韭菜啊 人况啊 你要不听话了 直接 先把你法办了 警察把你抓起来 审判 说你寻衅知识罪 说你颠覆国家政权 政权罪 这一般在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向美国 每四年做一次总统选举 每四年啊 民主国家不是经常选举吗 经常颠覆政府啊 而且我发现 人家美国这个党啊 会换呢 中国这个党啊 从1949年上台到现在就没换 而且中国还说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让人民投票去看看你的支持率有多高啊 是不是百分之百啊 让人民14亿人民投票嘛 我觉得啊 由于中国共产党长达70年的洗脑 即使他投票了 可能还是有个 我估计60%的无知群众 无知的韭菜 可能还会投着共产党 但是呢 慢慢慢慢 随着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人们会看到更多的真相 最终会看清共产党 万恶共匪啊 千万不要相信他 千万不要相信他 而且呢 其实很多人被这个独裁者洗脑是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就我看到他们 我都觉得 太可怜了 当然你放心了 朝鲜比你还更惨 这个地球让比中国更独裁的国家 应该只有朝鲜了 应该只有朝鲜了 越南比中国也好太多了 至少说这个在独裁程度上 它比中国要开明很多了 中国比中国严重了 也就朝鲜了 还有一个国家好像叫土库曼斯坦 非洲也有一个国家 就严重的独裁 包子 要当皇帝 而且 统一台湾 我跟你说 统不统一台湾 你照样当韭菜 跟你没关系 你吃着地沟油 你这个命 你吃着地沟油的命 你就不要超着中南海的心 跟你都没关系 跟你真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纯粹就是 你炮灰你都不够 都没资格当炮灰 因为现代战争 包括军人 那都是要接受教育的 你要不然的话 飞机你会开 导弹你会发射 军舰你会开 会操作 那都得有知识 有文化了 所以说一般的韭菜 你也就放心 不会拿你去撞钉 去上战场 不会的 你这是没文化 坦克里会开 战斗机 运输机 预警机 加油机 驱逐舰 护卫舰 航母 你会开 对不对 所以说韭菜 你就好好打工 好好996 别的事情 你不要操心 你操心一下 家里面房产 能不能买 房子买不买得起 买了房以后 你操心一下 房价是不是又跌了 房贷要不要还 房贷还不还得上 你操心这些 父母生病了 看不看得起病了 家里面还有多少钱 是不是要破产了 子女上学 可能在道群像里面会被接受共产党洗脑教育 就是成小红卫兵了 完了 已经完了 第一亲 娘亲 不如某主席亲的 彻底废了 完了 好吧 我今天我就讲这个 希望你下辈子投胎 能够觉醒 投到一个自由的国家 做自由的人民 拜拜